我来北京 自干三件事 撕烤牙 撕羊肉 喝豆渣 北京人爱喝的豆渣 到底是个啥 是手臭的老头儿 鸽子我 不错 我是绿豆发酵的 建仓饮料 酸香诱人 清爽解腻 豆渣 就是绿豆泡一叶 加水磨成香 绿掉豆渣 沉淀 再发酱一天 谁发明的呀 谁发明他呀 他不公是老子的附属品 本来在这儿 就应该把水倒了 用淀粉做粉丝 但是 有次 老板忘倒水了 不许安瘦了 豆豆 不许老呗 酸里有臭 臭里有香 真是盖了梦了 豆渣就诞生了 北京人子好这口啊 因为豆渣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C 粗纤维和乳酸菌 过去北方蔬菜少 豆渣不仅能补充维生素 里面的粗纤维和乳酸菌 还能让便便更通畅 乾隆慈禧没来发 喝了豆渣都说香 那我再死 你选错了 这是生豆渣 拉掉出来没加热 确实臭 还是给加热过的熟豆汁 臭味物质挥发了 丝滑微酸 入口灰干 再配辣椒圈 来盘咸菜